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,高市议员陈信鱼今质询指出,前镇小港长期受到工业与空污冲击,希望市府比照哈马新二行程机车补助标准,提供前镇与小港区相同补贴。 高雄市长陈局承诺会持续向中央争取经费,紧速鼓励民众态患二行程机车。 陈信鱼表示,高雄市一般市民若太换二行程机车,购买新型机车含电动车,最高可获得三万两千元补贴。 哈马新因为参与生态交通全球盛典,最高可获四万五千万元补贴,两者差距一万多元,而此高额补贴也成功鼓励不少哈马新居民太换老旧二行程机车。 他认为前镇小港区长期受到工业与空污冲击,前两区不少民众使用机车当运具。 建议是否考虑比照哈马新标准,让前镇与小港区民众也能太换老旧机车,进而改善空气品质。